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泰国华文报纸 光明日报报道 这次出现奇迹的四尊释迦牟尼佛像 是中心住持在18年前从泰国引进的 他们均重达100公斤 全身用铜制成 外层涂上金漆 全身闪闪发亮 并呈现双手叠放或莲花首饰的盘坐姿态 摆放在二楼的供修场 据当时目击这一神奇景象的佛教徒接受访问时指出 他们首次见证佛像开金口是在2011年中国新年的大年三十晚上 当时他们来供修中心供修 正在二楼的供修场排队等待师傅会见 结果他们意外发现身后的佛像正在喃喃自语 不过当时只有少数信徒目睹并没有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二月二十七号傍晚五十至六十 供修中心的几尊佛像开金口的奇迹再次展现 据当时目睹奇景的几位佛友说 那天他们在中心供修结束后 如往常一样到二楼的供修室等候接受师傅的会见 而正当他们在排队闲话家常时 一名女信徒突然指着身后的释迦牟尼佛像尖叫了起来 看到佛像的嘴巴在动 大家随着这位女信徒手指着的方向看了过去 接着佛像显灵的奇景令现场二三十名信徒目瞪口呆 随后急忙拿出手机拍下这神奇的一幕 根据他们当时拍下的视频来看 他们先是看见左边第三尊垂眼佛像 突然双唇开始上下起合 且胸口浮动呼吸 似乎有了生命 这神奇的一幕令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信徒声称 在佛像开进口之前 曾看到过一道光芒进入佛像体内 随即佛像便像注入了生命一样动了起来 在场的佛友又马上观看其他的佛像 发现有的佛像开始不停说话 有的佛像则像活人一样开始眨动眼睛 甚至长指会起落弹动 据说其中四尊释迦牟尼佛的嘴、眼和手都会一同弹动 就连摆放在架子上的三尊小型的盘坐阿弥陀佛像 似乎也受到影响 嘴巴跟着起河 仿如群佛奇迹诵经一般 随着消息的不断扩散 室外的信徒听到消息后也纷纷涌进室内观看 造成小小的供修士挤满人潮 镜香一睹佛像显灵的奇景 整个佛像显灵的奇景维持约一个小时才慢慢消失 围观的信徒这才逐渐离开 普贤行愿会住持在接受采访时说 该中心开办三十年来曾经多次发生佛像显灵的事件 除了最近的释迦牟尼佛像开金口之外 他们早前还见证过一尊青色石精打造的药师佛像 凌空而起 离地约一尺高 当时也有不少信徒目睹 很多都用手机拍摄了当时的神奇景象 但由于佛像发出强光 导致手机只拍到了反光雾 证实供修中心的诸位佛友日日不坠的精进修行 才让佛菩萨显现瑞相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修行的信心 因此我们只需精进修行日日不坠 终有一天可以证果 说完了马来西亚的显灵事件后 让我们再把目光再转到中国西藏 在中国青海玉树州土灯寺里 供奉着一位名叫秋英多杰仁波切的不坏金刚法体 他虽已缘济多年 但是时至今日 其身上仍然在不断地伸出舍利 而其肉身变成金色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据说李连杰还不远千里地赶过去 前程朝拜这位大德的不坏金刚法体 那么这位秋英多杰仁波切有着什么样的来历呢 秋英多杰仁波切 他出生于青海玉树东科村的一位普通牧民的家里 小时候他只是个云云众生中并不起眼的放羊娃 也没有上过学 直到出家之后他才开始苦心钻研藏密 并有了颇多造诣 文革期间远在天边的青海玉树也难以幸免 秋英多杰仁波切坐过牢 牢改过 但仍始终坚持修行信念 一生闭关四十多年 69岁原济 2010年3月18号作画 但在原济作画后 秋英多杰仁波切依然保持着肉身不坏 而且法体还能不断地生长出舍利 1988年 仁波切身上第一次出现的舍利 是从掉落的牙齿上生出的 仁波切还曾在红布中 是这样描述过他第一颗舍利出现时的场景 当时他的一颗门牙掉漆 于是他门牙用布包起来放在了抽屉里 有一天晚上 他睡觉时突然梦见了那龙祖师 祖师告诉他 你的牙我拿走了 作为交换 我会给你很多的舍利子 第二天他醒后 打开抽屉一看 果然那个包着牙齿的布包里出现了很多的舍利子 到了1991年 仁波切的头发也开始出现了舍利 可能有人会问 历代哪些祖师的头发也出现过舍利子呢 据记载 宁马派祖师吉美林八大师在世的时候 随着修正的圆满 他老人家的头发和牙齿也出现过舍利 表示大圆满修行达到很高的成就 到了后来 仁波切坐过的坐垫和穿过的衣服上 也开始出现舍利 而在秋英多节仁波切圆祭前 他还留下了一份如同预知未来般的遗嘱 里面写道 本人将在七天之内 在闭关房中不见任何人 安住在平等三摩地之中 七天之后 当你们打开房门进来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人世了 当打开房门进来的时候 不管我的坐姿如何 你们都无需为我修整 如果你们认为需要为我戴上五佛罐 披上法衣 作为缘起的话 那你们看着办吧 不要安排盛大隆重的活动 不需要常常的迎送车队 将我的遗体秘密的送回家乡 在家乡不用像传统那样 让众人来瞻仰我的遗体 尤其要注意 避免让三昧一介不清静之人接近 你们应以外内密三种方式 将我的遗体如往常闭关一样 静置在扎西岭或者土灯寺即可 我的遗体仍然会有气脉 明点的持续反应 应放置一百天或是一年 一段时间过后 你们可将我的遗体 做成肉身像进行安置 在仁波切的法体 被请回寺院后 在阴历2010年2月25号 仁波切的法体棚 又开始出现了一些舍利 其中有三颗比黄豆还大 等到了第二天 更加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当僧人们打开仁波切的房间 准备清草时 瞬间惊呆了 在仁波切的房间中 遍地皆是舍利 连能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头一天的三颗大舍利 也都变大了一圈 不仅如此 当初仁波切在逝时 脱落牙齿和收藏的头发上 长出的舍利 也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开始从当初的黄白色 逐渐变成了七彩色 而且至今仍在不断的长大 到了2011年阴历1月13号 之前产生的舍利 增多了将近一倍 而之前三颗最大的舍利子中 有一颗已经变得 比鞍唇蛋还要大了 连各寺院的师傅们 见到后都赞叹道 从来没见过 也从来没听说过 这么大的舍利 这位秋英多杰人波切 活佛身上发生的神奇景象 讲到这里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形式 出现舍利子 舍利的出现其实是因为 自身不敬的气脉明点 得到了进化 从而开始出现舍利 等种种功德 《金刚萨夺异境序》中有讲到 修密法者所得涅槃有二种 一为正等觉 二为现前觉 所谓正等觉者 即是以无鱼肉身而成佛 现前觉者分别有数种 修密法者原济时出现采光 妙音 坚固舍利子 大地震动等瑞相 坚固舍利子有五种 即蓝 白 黄 红 绿 若是五色的 则成就五身圆满果味 例如 大圆满的中心祖师 龙亲八尊者 元金二十五天后 涂皮时 骨灰中出现了许多的五色舍利 大圆圣会本局新药 修正次第 托嘎正修中说过 显现圆满涅槃 不舍肉身 成就者入涅槃时 鲜有光 生 坚固舍利子 地洞等相 那么舍利子是为了什么而留下来的呢 舍利子的出现是为了使未来众生积功累得 《悲华经》中记载过释迦世尊的一段话 《闻灭度后》 若有人乃至供养我之舍利 如戒子等 恭敬尊重 签下供养 我说世人 以此善根 一切借得涅槃借尽 龙树菩萨在世尊十二项成道理赞中也曾讲到 清静法性无有毁坏故 当来众生堪得福德故 世尊化现众多舍利子 八行佛塔尊前我顶礼 在当代 因秋英多结人波切 慈悲与智慧的视线 我们有情众生能有限见到其流逝的肉身 有限见到其无数的珍贵舍利 还能读到其更为珍贵的一系列著作 这是佛法教证的又一次验证 文思修的验证 任波切所实现的舍利现象 系同于历史上众多的成就者 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 这是任波切用一生的亲身实践 印证了佛法的真实圣意 利益众多众生 为佛法增添了光辉 这是任波切 馈赠给世人的一份无尽慈悲的礼物 这是任波切以世人能够接受的方式 跟这个时代进行的一次对话 佛法难知难遇 佛菩萨为度化众生百千方便 以增强修行人信心 不过这种瑞相可遇而不可求 我们只需精进修行 日日不坠 终有一天可以正果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不知道大家在看完今天小编分享的 两个菩萨显灵的故事后 是否已有了新的感悟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与小编进行互动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